欢迎回到热血运动魂的节目 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当中请到的是 在台湾全集的推手 郭志来理事长 其实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有谈到郭志来理事长有很多 他个人传奇的经历 其实展员比较有兴趣的 就是他是一个全集选手出身 但后来成为了一个 非常成功的企业家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也运用了他在全集场上 学到的东西 首先先问一个就是 郭志来理事长150公分出头 150公分左右 但是您当兵的时候是 陆军一队 陆军一队 为什么呢 疑队呢 因为我练了前级啊 我才能当陆军疑队 为什么你知道吗 我当时跟王岐云 我们都是从部队被调到台北来集信 两个月 要跟日本队 韩国队打 那当时我们被调上来之后 变成两个月打完之后 就要回部队报到嘛 要归剑 那要回部队报到 我部队在嘉义中庄啊 我回去报到的时候 因为打前级的人就比较调皮啊 因为我一连一连一连大门进去的时候 每一连的兵啊 我的部队在后面 我那个连上在后面 我必须要走前面这个 我看他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为什么要在把饼汤打包 棉被啦 饼汤还在打包 我说你们干什么 我说我们八十四师 八十四师啊 准备要到金免去啦 全部都要到金免 要到外島 我一听 我如果进去报到的话 我就要到金免去啦 我打前级的脑筋就是 我打你肚子打不到 我就打你的头嘛 打头打不到我就打肚子嘛 所以我这个反应就不能进去 进去的话就要到金免就向后转 就像我在打你头打不到 就打你的肚子嘛 就是那种想对自己 最有利的条件走嘛 所以我就不能进去报到 赶快回家 就回家完了半个月 再上来跟我们当时的总監事报到说 包括总監事 我部队走了 到金免去了 他说没关系 这个当时我是跟陈大庆总司令 陆军总司令戒掉的 我打电话给他 陈大庆没有看过我 当时台湾的黑白电视 只有播阿里世界前网 阿里世界前网的身高 他以为打前级的都是190的 那陈大庆没有看过我 那没有关系 你叫他到永和有一个秀朗桥 就是陆金一队 你叫他去报到我打电话 跟胡导长讲 叫他去那边报到 因为陈金总司令没有看过我 只有看过电视的阿里的转播 他以为打前都是那种块头 他不知道有分量级 所以我就变成就到 那个秀朗桥的陆金一队去报到 我说我跟卫军讲 我要进来报到 你说你报什么到 你不要开玩笑 我们没有你这么高的 你不要来闹 我说我才不来闹 是辅导长叫我来 不然我才不想来 你不能问辅导长看要不要见我 郭之来 他说打进去 辅导长说好进来 辅导长也是看电视 黑白电视阿里 190的身高180的 陆金一队至少要1180 他说我说郭之来报到 那个辅导长看到我 你就是郭之来 很怀疑就是好 既然陆金总司令叫你来 我不收 但是你不能给我住在这里 这里不让你住 你给我住外面 你住这里我整个都完蛋了 你就给我出去住外面 但是发生问题 第一个有状况电话要给我 我要处理你的善后 我就这样被赶出来了 就在现在的体育大楼 就是以前的我们那个年代是 美国的学校烧掉了一层楼的 杨森当我们的理事长 杨森将军是我们那时 中美国体育协计会的理事长 我们在后面 我跟王吉隐跟林林秉 我们三个人就单兵就在那边 做到两年结束 这个故事真的就是 郭之来理事长他的一个机制 然后也刚好陆军总司令他误以为 他印象中就是全机选手 就是可以身材可以进到一对的 所以郭之来理事长在全机 反应没有办法 求生的本能 真的就是他在全机场上所学到的 求生求胜的本能 灵机应变 灵场的一个反应 然后也造就他在企业经商的方面 也是大成功 同时呢 郭之来理事长还希望 未来如果有台湾选手 全机选手 能够在奥运会 奥运会 亚运会得到奖牌的话 除了国家提供的国王奖金之外 他个人 他个人也要提供额外的奖金 给这些苦练而来的选手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特别介绍 我们要请林胜林选手来谈一下 他今年才19岁 那已经成绩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我们要请教一下 胜林就是你一开始国小的时候 就练拳击了吗 没有 没有 国中的时候 国中才开始练 你国小有从事运动吗 有 篮球 打篮球 对啊 小时候喜欢打篮球 因为那时候听说可以长高啊 然后就一直打 然后后来就是 刚好在那个校区吧 就是会参加篮州国中 然后那时候 想说第一届体育班啊 然后他就发那个单子给我们看 然后说什么可以尝试很多运动 然后后来我们就加进去 然后最后他就是前面教我们 一开始就先游泳 然后跑步啊 然后一些球类运动 然后后来就让我们去 让我们去碰碰看拳击这种运动 对 因为拳 其实因为那时候不知道拳击是什么 因为拳击那时候就 感觉好像就完全没有听过 因为好像那时候好像感觉不流行 对啊 那时候都流行其他的项目 像跆拳道之类的 对 跆拳道 对啊 所以后来就 懵懵就练上了 然后后来就练久了就变成一种热忱 对啊 就是以 当然是希望可以拿一个好成绩为目标 那其实在国中的时候开始接触拳击 你自己家人没有反对吗 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 因为他也知道我喜欢运动 既然如果没有好好读书的话就多运动 然后找自己的那个优点出来 然后看怎么发展 是 如果像刚刚盛林有提到的 就是台拳道的部分 台拳道因为在台湾在国际上拿的牌也比较多 那或者是一般的家长就会有这种想法 说我送小朋友去学台拳道 那其实也是在一个 算是在一个竞技擂台上 那你都没有想要说 不然去踢台拳呢 以前很小的时候 家长有希望我去练台拳看看 可是因为家里的经济不允许 学台拳要比较多的费用 他们就像要交什么 什么会费啊 然后服装费啊 都要那个付钱 付款 像我们全集都是 像练习 就随便拿家里的T恤来练也可以 对 没有说特别规定 要穿那种服装来练 对吧 然后 像那些就是全集就 比较简单啊 就 怎么讲 只要有全 只要在原地这样挥空拳 跳跳脚步 也可以练到 对吧 所以你们家的经济状况 也不是那种很有钱的 那练全集的话是可以 一方面可以满足你想要运动 这个小时候就年轻的时候想要运动的欲望 同时也可以 不用花费很多的钱 所以你会决定 这个从事全集 对 就是想说 因为全集也可以帮助我们升学 对 升学这个管道 很重要 对啊 就是从 国中到高中 就是像那种 直接 升 读招 读招 入学 然后在高中再到大学 也是读招 入学 就比较轻松的管道 对 所以你从 兰州国中那时候开始 完全都不懂拳击 然后接触到拳击运动 然后就一路练 越练越有兴趣 成绩也 越练越好 然后就是到高中呢 高中是念 西松高中 西松高中 兰州国中跟西松高中 都是我们台北市重点的 拳击发展的学校 然后后来 不过在高中的时候 顺利要谈一下 高中的时候 你是有一阵子 那时候是叛逆期 还是怎么样 那一段期间 应该就算是 叛逆期 就是突然想要玩 就是想要 就是很多朋友 就是会受到 朋友的影响 没错 对 就像那种去喝喝酒 打打撞球 之类的 然后 可是后来 就是这种弥漫生活 就过得很痛苦 你自己有警觉到 对 就是过 就稍微就有警觉到说什么 觉得说 过得很黯淡 就感觉不到 漫目目的 然后这样身体也不会好 因为都没有在运动 所以 其实高中的时候 你有稍微荒废掉 拳击的训练了 有 就都不去学校 然后也 没有 没什么练 练习 没有去训练 是喔 教练还会一直 打电话给我 然后 叫我 回去 可是那时候我就是 逃避 不想 就是 就不想再练拳 就想要去玩 打工 这样赚钱 对吧 就想要放弃这项运动 而且 展芸想问说 你又是练拳集的 然后 那一段期间我们 普遍的说法就是 就是不学好了 对 那你有去 靠这个拳集去打架吗 是没有 是没有 顶多就是 嘴巴上一直念 一直骂 是喔 还是没有到不良少年的 混帮派的阶段 只是 不想念书 也不想要练拳 就是比较想要玩 后来怎么找回来的呢 找回来你原来想要的 拳集这条路 教练给你的影响很大 还蛮大的 尤其是 奇蒙教练 国中的奇蒙教练 你到影响高中 他在继续在 对 关注你接下来的发展 对 他还是会关注我接下来的发展 什么名字 什么教练 叫刘宗泰教练 刘宗泰教练 对啊 他就是 给我很多 好 有用的东西 对啊 然后他给我一些经验 跟那些 就做人处事的道理 就品德啊 什么都教过我们 所以 那时候我想说 也其实 因为想要交女朋友吧 那时候交女朋友就是会让我 想要跟女朋友 不会想去 做该做的事情 没有做好自己的本分 然后那时候我们教练跟我讲过一句话 就是奇蒙教练跟我讲过一句话 他说 是你的就是你的 不是你就是不是你的 然后那时候当下其实 我都直接崩溃了 就 突然觉得说 我还是要做我该做 因为我毕竟还是学生啊 不然 现在去工作 之后如果 没有成功的话 那就不知道在哪里流浪 对 就是教练的一番话 那 那女朋友 现在还在一起吗 没有 没有 没有嘛对不对 所以教练就说 那女朋友改变就是你的 对 那当下大家会很执着啦 对不对 那年轻人 那你又重回到拳击场上 你高中虽然念了四年 但是你现在 你现在是大一啊 对大一 你现在是在 台北市立大学 台北市立大学 就之前的北廷 现在变成台北市立大学 也是持续的在练拳击 然后成绩也非常不错 你现在回想起来 你虽然高中多荒废了一年 但是你能够再重新走回你的人生目标 那一年其实是值得的对吧 对 我也就觉得很值得 因为 如果当初没有走回来的话 现在有可能就跟 一些 现在一般的高中生 大学生 没什么两样就是在打工 然后有些人就是 在家里当迷虫 对吧 所以 全集 怎么讲 给我一条很好的路 是 给我一条很好的路去走 让我不会 走偏 不会 不会 怎么讲 没事做 林舍林选手 从拳击场上面 他 找到了他人生 他自己 真的认为 这是一个他 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且必须要走这个方向 当然他也穿上了中华队 国手的战袍 所以 所以在这条路上面 他会继续的坚持下去 好 这边也要请观众朋友 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再来听更多的故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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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